市長請教一下,您說陳時中部長在跟周一寇切割是戒毒症候群 那他今天就回說您是在訓弄醫學名詞,還說真正有這種症候的就是您本人 感覺就是口水嘛,其實人家是嘲笑他說 你現在跟周一寇裝不熟,太慢了啦 你這個是三年跟他專訪12次,他現在說我不認識他 太慢了啦,所以他是這樣,玩走過必留下痕跡 最好兩個在綁在一起 所以我每天講票投陳時中就是支持周一寇,看他換洞會掉 我們看目前的成功,那接下來台北市要推的話還缺乏什麼樣的東西 其實第一步還是要培養觀眾群 這也是個文化 像日本人就很喜歡讀漫畫 所以如何 我剛才才在去華安街那個動漫基地,大概瞄了一下 我突然想到我出過很多本書,從來沒有出過漫畫書 我應該要考慮要出幾本漫畫書 市長先問一下,早上黃珊珊那個場子啊 後來劉淑慧議員去翻的學校資料 好像說第一條就是禁止 競選活動,那他有去問校長,校長說他前兩天也知道 那黃珊珊也是用公司的名義去登記了 轉過頭去,校方去問教育局之後,教育局員來說可以 那市長被質疑說他好像有點那種 兩套標準部分 我們學校本來就可以出租啦 只是說他有條件說你不可以 如果你出租只能在房間裡面 有競選的旗幟,你不可以在校園裡面 所以他應該算是個出租空間 其實事實上我們台北市 這麼多年來 其實競選活動其他要去租校園的場地還是可以 但在條件有時候你只能在那裡面 你不可以把旗幟拿到 那個空間外面出去 可是我在作用一個,就是前兩天其實那個 黃珊珊跑去一個好像一個籃球的開球 那也是有運動場館的部分 上面直接寫說進職活動 但是他還是進去 那相對誠實中的部分好像也被質疑講高保險 看他是什麼樣的狀況進去 他自己跑進去打球還是怎樣 跑上去開球 那如果,其實是這樣啦 我們也常常 就看,我跟你講這個比例原則 你要是帶一大堆人進去造勢 那也是說你自己跑完跑進去打籃球 你怎麼沒有說這個世界任何候選人都不可以到球場打球 這也沒道理 市長想請教一下 您說陳時中部長在跟周一寇切割是戒毒證後選 那他今天就回說 您是在遜弄醫學名詞 還說真正有這種陣頭的就是你本人 這樣就是口水嘛 其實人家是嘲笑他說 你現在跟周一寇裝不熟 太慢了啦 你這個是三年跟他 專訪12次 他現在說我不認識他 太慢了啦 所以他是這樣 凡事必走 凡走過必留下痕跡 這就是這樣 而且這段時間 周一寇有太多特權 周一寇是說他這個行為 陳時中的行為叫做放電開示 你覺得是放電嗎 最好我有講過嘛 最好兩個在綁在一起 所以我每天講這個票投陳時中就是支持周一寇 看他煩動的了 市長你之前參選的時候有君者高嘉宇 但這次黃富好像有爭取到王世堅 那是不是就是你說的朋友要多敵人要少 我在世界上不管做什麼事情就是朋友多敵人要少 本來就是這樣子 市長你會不會擔心說因為你日前失言 還有市政滿意度其實是最後一年 然後可能沒有辦法幫珊珊加到分 最後也會被切割 切割 市政還是連續啦 但是我希望黃珊珊在我的基礎上面 可以更發揚光大 其實我當年真的花太多力氣在處理那些 以前留下來奇奇怪怪的東西 但是我相信 經過這八年的清理 台北不管是財政 效率 台北市的公文 電子公文佔99.7% 這是相當 你就知道 這個涉及整個政府的 infrastructure 我相信我留下來台北市是一個 很基礎很雄厚的基礎 但是 但是希望有人可以去把它再發揚光大 市長他問一下2024總統大選啊 你覺得國民黨最難打的對手會是朱立倫 侯永宜還是盧秀燕 這個 2022都還沒選完 你現在打的2024 越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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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多了 謝謝 今天那個周玉寇那個放電說啊 他其實臉書有寫說啊 周玉寇我姐愛你 但是感覺上 民進黨猛再切割周玉寇 你覺得這對陳時中的選情會不會有影響 最好綁在一起啊 周玉寇繼續對他放電啊 這個應該說什麼 看那個 徐曉信 我自己讀了都笑得要死了 好謝謝